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深港点睛 我是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薛元元 那么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是承接上一期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传媒主题来进行深一步的探讨讨论 那么上一期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关于传媒这个板块 而近期来看呢是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关注的标的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估值相对较低 同时传媒本身有一个相对复苏的状态呢 也是使得它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投资标的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重点去介绍的 是关于传媒板块中的另外的一个特别的板块 也就是细分下来的电影板块 那么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对于传媒板块的一个整体介绍 那么首先呢传媒板块本身 它是指传播各类信息知识的一个传媒实体部分所构成的产业群 那么表达传媒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看到可以包括文字图形 艺术语言影像声音数码等多种表现形式 那么所以呢传媒本身它也是涵盖了非常多的产业领域 包括电影动漫游戏等等多种方式的一个途径 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重点谈一下的是一个电影产业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元旦春节将近 那么每一年的电影在赫岁档的这一个大战中呢 可以说是打得如火如荼 那么今年也是不例外的 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 无论是罗曼蒂克消防史还是长城 那么在开幕之急呢 其实是已经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广泛关注 那么再加上电影行业本身 在2016年呢是一直受到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疑的 所以我们也是想就电影行业本身去跟大家去展开一个深度的一个探讨 那么首先在电影介绍整个电影行业之前呢 我们先来去跟大家整体去介绍一下电影行业的一个整体产业链关系 那么这部分我们也是想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重点的去跟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电影行业的一个产业链布局呢 它大体上是分为这么几个主体的投资方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跟影院 那么简单来说呢 其实制片方跟投资方很多时候它的利益是分在一起的 而且是最后他们的一个利益分成呢 也是制片方跟投资方一起去协定的 那么制片方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重要 也是一个关键的部分 制片方本身是要先去找到融资 那么我找到融资之后要负担整个拍片的过程 并且把它制作成型 那么这个就是制片方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呢 制片方首先找到融资 那么就是投资方 那投资方会把钱去轮到给制片方中 那制片方在完成一系列的拍摄制作过程之后呢 就将这样的一个发行权去交给发行方 那么发行方呢 发行方主要是做什么 它其实就是把说我做好这样的一个片子 我去制定未来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电影的推广策略 那么我制好这样的一个推广策略之后呢 我再将这样的一个影片本身去发行给院线 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发行方到院线这一环之后呢 呃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个发行方到院线发行之后 院线再去将自己的拿到这样的一个发行权的影片去拷贝给其他的一个电影院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逻辑线就变成了单向的来看 制片方从投资方方面融到钱 那么在进行整个制作拍摄完成之后 将发行权给予发行方 发行方在将片权发行之后发行到各大院线 那么院线呢 在通过这样一个拷贝的方式去发到各个影院 那么最后的一个分成利润呢 就是另外这条单向线 影院在呃 影院在公布上映电影之后呢 拿到的一个票房收入就是会进行一个票房分账 那么分账的一个顺序 意思是院线发行方制片方和投资方 那么近年来的一个整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更多情况下看 近年来的一个整体的电影行业 它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制片方这个方线本身 它是相对比较竞争激烈的一环 院线本身呢 也是相对竞争激烈的一环 那么除了万达占据了整个院线方 大概13%的份额 话语权相对比较强以外呢 其他方面来看 我们看到院线的一个力量是相对比较分散的 那么各大院线近年来也是竞相去争夺这样的一个影院 所以其实呢 院线方和制片方 他们的一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竞争激烈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呢 就是发行方的一个话语权相对较强 也就是这一个环节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发行方 他的一个话语权相对较强之后呢 就使得他近年来在整个利润的一个分层中的一个比例呢 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因为他话语权相对强了 我控制在我手中这样的一个利润分层了 所以说你如果想从我这边拿到影院 拿到院线的话呢 你就会来找我 那么具体他们的一个分层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也从这个图中来去简单看一下 那么首先电影票房的一个分层比例呢 首先不会先送到这样一个主体中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电影票房到手之后呢 我是有一部分的一个税费和电影专项基金的 这两部分是一定要交的 那么税费比例是3.3% 电影专项基金是5% 在手到再把这样的一部分基金去撇除之后呢 剩下的这一部分票房才是我们俗称的可分账票房 那么这一部分可分账票房 它的主体包括哪些呢 就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制片方 发行方院线跟电影院了 那么简单看一下 制片方加投资方 它的一个大概比例呢 是占到了33%左右 而发行方这一部分的一个比例 是相对比较灵活 是大概10%左右 那么这个波动的比例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院线 院线方占的比例大约在7%左右 最后是电影院 电影院一般其实也是可分账票房 拿利润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大头 是占据了50%左右 那么在这里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的是 因为一般大的一些影院在播放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会去采取这样的一个放映系统 那么很多的影院 其实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放映系统 一般都是采取中影 那么中影 一般如果说我要去采用中影的一个数字放映系统 去放映电影的话呢 那么这里还会再多计题一个1%到3%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中影带领费 那么这样的一个带领费呢 其实中数带领费 那么这样的一个带领费呢 其实也是随着一个规模效益的递增而可以去减免的 那么票房在6亿以上 其实是不会在这一箱中收费的 那么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提醒大家去关注一下 这样的一个分层情况 那么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近两年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很多的置评方跟发行方 发行方 那其实就是我们所称的一个上游 那么上游其实很多时候说 如果你不能去收几家院线的话 其实是后果比较惨的 那我们也知道最近打的比较热门的 华一跟万达大战 其实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华一本身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院线的一个安排票房 安排票房的一个权利呢 所以其实万达的一个排偏方 因为万达本身 他在院线中的一个份额是非常之大的 万达给他的排偏方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很大程度的是影响了 他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收益状况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其实发行方跟院线包括影院近年来的一个合并的趋势和一体化的趋势其实也是在不断加强的 那么看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来简单跟大家再提一下电影行业本身 它所存在的一些行业特点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去简单进行两个简单的特点来谈 那么未来我们会再跟大家去介绍更多关于这个行业特点方面的情况 那么首先一点 我们要谈的就是电影行业票房的一个时间性和周期性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点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了 相信大家其实也能够从这个途中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那么由于16年的一个数据还没有完全出完呢 在这里我们就是跟大家去截取14年和15年的一个数据去进行对比 在这样的一个数据中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去看到怎样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票房的一个周期性和时间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最突出的呢 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国庆 这样两个时间段呢 其实一般都是举家老小 一般喜欢去电影院去过个节呀 看个热闹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这样的两个票房集中就突出他的一个 整体的票房的一个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么另外包括我们看到逢年过节之外呢 还有元旦还有圣诞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假期其实就促进了一个电影的一个整体消费的拔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电影行业本身的周期 它是跟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另外一个点上呢 也来跟大家去看一下电影行业近年来 尤其是去年今年以来显著的一个贺点 就是关于IP 这是产权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知道电影行业本身其实近一两年来呢 它的一个改变分潮是非常盛行的 尤其是一些优质的IP 商业价值凸显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一点其实集中在去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表现 那我们知道去年所热印而且票房和口碑其他的两部电影 一个是大圣归来 一个是煎饼侠 那么这样的两部电影存在的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其实大圣归来本身它是借据了西游记这样的一个优质IP 那么这一点其实就注定使得了它的一个受众群体和粉丝都相对比较多 另外一个方面煎饼侠 我们知道煎饼侠他的一个男主呢 其实就是屌丝男士的男主角 而屌丝男士在开播之后 其实也是积累了非常大的一部分粉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们的一个IP盛行 他们的一个票房相对成功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前期的IP 所谓他们积累的一个粉丝效应所推动的 所以其实看到电影行业本身 它的IP行业的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呢 就使得这样的一部分的电影拥有了一个比较高的票房 那么另外呢 其实我们也就是看到刚呃 之前跟大家提到的IP效应 其实正在形成一个不断发展 不断壮大的一个生态圈 使得动漫影视文学和游戏等都朝着一个多元化结合互动的方向去转变 那么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也是看到近年来各大制片和发行方对于IP的一个争夺是愈演愈烈 因为好的IP如果你能够保证它的一个制作质量的话呢 就意味着你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么也是会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公司起到一个巨大的盈利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个特点其实也是近年来电影行业所兴起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了 那么基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电影行业的两个特点 那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还是会和大家去进一步介绍它的其他行业特点 以及整个电影行业的运行情况 那么以上的个股呢 本人涉及到了军位持有 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今天节目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